基督视角看世界 欢迎收看基督视角看世界 弟兄姐妹平安 我是今日报AI主播力板家 基督徒该停以色列吗? 谈及以哈冲突 基督徒除了积极呼吁停战带导 祈求和平以外 不可会言的是 主内肢体之间也存在不同看法及言论 或是有人选边站 也许回到圣经来看 不该只是停留在 挺不挺的二分法思考而已 乃是你我必须深切明白 以色列是圣经预言中 末世进程的绝对指标 以色列所有发生的重要事情 其实圣经都有预言 王若勤传道认为 现今发生的以哈战争 有可能已经在为哥哥和马各支战铺路 基督教信望爱圣教会 以色列事工部主任 王若勤传道 曾从事外交工作29年 2014至2018年 随丈夫继运生履居以色列四年 她丈夫时认为台湾驻以色列代表 他们限定居台湾 专心传道 不是重点为传讲 阐明圣经中涉及以色列议题之信息 对于此次以哈冲突 许多人有疑问 王若勤特别分享 几个常见的错误论述 关于以哈战争 基督徒该有以下几个基本认识 离清一不是以巴战争和以阿战争 是以哈战争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向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总统强调 以色列在该战争的目标是决心摧毁哈马斯 同时会非常努力防止波及无辜百姓 纳坦雅胡也对德国总理说 哈马斯是一个新的纳粹组织 等同IS伊斯兰国这样的一个恐怖组织 现在哈马斯在某些方面甚至比IS还要残忍 由此可见 以色列将作战对象目标界定的非常清楚 只针对哈马斯 并非针对加萨的巴勒斯坦人民 而且还要保护他们 尽量不伤害到他们 因此 这场战争的正确说法为 以哈战争 王若勤强调 不能用以巴战争一言以蔽之 有些巴勒斯坦人 包含阿拉伯国家 并非如哈马斯残忍 若冠上以巴战争 则可谓侮辱了巴勒斯坦人民 巴勒斯坦领袖阿巴斯也公开表示 哈马斯行动不代表巴勒斯坦人民 厘清二 犹太人并非与阿拉伯人冲突几千年 以色列乃适合 认为以色列不应该存在之信念者之间冲突 王若勤进一步说明 以色列的人口组成 主要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 实际上 以国境内有200万名以色列阿拉伯人 他们绝大多数和犹太人同胞和平相处 2020年初 川普方案曾提议将几个以色列阿拉伯人社区划入巴勒斯坦国 但遭居民强烈反对 这代表 他们想继续做以色列阿拉伯人 所以大家不要误会 实际上 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是有和平的 目前 以色列已或多个阿拉伯国家承认 双方并定有和平协议 包括 埃及 约旦 近年在川普推动下签订亚伯拉罕协议的国家 有阿联 巴林 摩洛哥等 上述及代表 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是有和平的 离清三 今天的以阿冲突 并非以什玛利和以撒冲突的延续 王若勤说明这样的观点没有圣经根据 看以下几段经文 创世纪二十五章六节 亚伯拉罕把财物分给他述出的重子 趁着自己还在世的时候 打发他们离开他的儿子 以撒往东方去 述出的重子 在英文圣经里写为 To the sons of his concubines 当中 对亚伯拉罕的妾 所生的儿子 皆是使用复述 西伯来原文也是复述 即代表 妾所生的儿子们 当中包含以时玛利 创世纪二十五章九节 他两个儿子以撒 以时玛利把他埋葬在麦比拉洞里 这洞在曼利前 赫人所辖的儿子以弗伦的田中 从经文可见 以时玛利和父亲亚伯拉罕 已重新有了往来 所以父亲才能把财物分配给以时玛利 且亚伯拉罕过世时 以时玛利是和弟弟以撒一起埋葬父亲 创世纪二十八章八至九节 以扫就晓得他父亲 以撒看不中迦南的女子 便往以时玛利那里去 在他二妻之外又娶了马哈拉为妻 她是亚伯拉罕儿子以时玛利的女儿 尼拜约的妹子 由圣经记载可知 以撒还和以时玛利结为亲家 以撒的儿子已扫取了以时玛利的女儿 因此至少在圣经中 并没有看到以撒和以时玛利有很大冲突 反倒看到彼此是一同埋葬父亲亚伯拉罕 且后来两家还有联姻 至于历史上 以色列一千多年来受到的迫害到处流散 事实上是受到基督徒的迫害 而非阿拉伯人 王若琴表示 两者兼以色列和阿拉伯人偶有摩擦实属正常 但并非大事 一千多年来 以色列真正受迫害的来源 是基督徒而非阿拉伯人 在过去历史上 以阿之间并没有很大的冲突 双方产生分歧 是近一百年为了真谛才发生的事情 因此 王若琴认为 探究历史而言 以时玛利和以撒后裔之间的冲突并不存在 没有历史根据 也无圣经根据 不能以偏概全 谢谢大家的收看 下集见 我是AI主播利百家 展现基督视野 超越世界观点